赫特加末季虽猛亏3亿 但股价却大涨19% 究竟发生了什么?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最热闹 我是主播晚信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受到关闭厂房带来的高额简直损失影响 赫特加2023财年末季猛亏3亿275万7千令吉 营业额则按年下跌47.76% 总结2023财年 赫特加收获24亿700万令吉营业额 按年减少69.48% 并亏损2亿1800万令吉 去年同期,该集团净赚32亿3400万令吉 该公司表示 实际上,如果撇除减值亏损 公司在2023财年全年经历成功录得1亿2600万令吉 而公司股价也跟着大涨约19% 一度去到2.25令吉 赫特加总执行长关明亮表示 当整个手套行业面临巨大和前所未有的挑战时 公司并不会坐以待毙 而是继续调整和发展增长战略以保持市场地位 我们来换个焦点 财务管理软件开发商Autocar首日上市马股就被受投资者追捧 盘中一度飙升至1.16令吉 溢价251.5% 在今早登陆创业版时 该股首中交易以每股1.09令吉开盘 比起首次公开募股每股33先发售价 溢价76先或230% 实际上该集团的IPO筹资3088万令吉 上市前已备受市场关注 获得167倍的超额认购 董事经理朱韵帖表示 按照扩张计划 他们接下来将打入菲律宾、泰国、越南和印尼市场 并放眼在三年内扩张的东盟市场达到收支平衡 把焦点转向国际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认为 美国经济可以躲过衰退 但幸运女神似乎并不站在她这边 因为银行业、政治因素甚至天气都对经济不利 其一 信贷紧缩破债媒节 在美联储收紧政策和银行倒闭的综合影响下 小企业和商业房地产可能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 再来 华府债务上限僵局 美国两党在债务问题上的对峙 可能会导致一段时期严重财政压力 如果美国政府确实违约 对经济和市场的冲击可能不亚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 另外 由二尔尼诺气候影响 全球各地可能出现极端气候转化 或扰乱大宗商品供应 推高物价 使美联储持续关注通胀 如果这三连级确实让经济陷入衰退 鲍威尔和他的从僚可做的事情并不太多 江西是对抗经济衰退的主要工具 但对于美联储而言却驳为棘手 因为通胀率尚未回到目标水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煤炭与天然气燃料价格都下跌 国家能源在近期的分析简报会上 将2023财年下半年的成本转嫁机制 ICPT定在120亿令吉 比上半年的162亿令吉来得低 这也意味着 国能的ICPT应收账款 将从2022财年第四季的169亿令吉 在2023财年第二季下跌到120亿令吉 另外 随着ICPT应收账款下跌 国能在未来几个季度的借款 也会相应减少 肯纳格投行研究继续维持 国能的净利预测和10令吉的目标价 单评级则从原先的跟随大势 提高至超越大势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股项 撇除外汇影响和权益损失 专期科技2023财年首季的核心净利为 640万令吉 低于大众投行研究与市场的预期 只达到全年预测的10% 该公司的表现不如预期 主要是因为设备和材料业务的贡献走低 影响了转幅 尽管如此 行家还是维持该公司的净利预测不变 主要是预计在新产品 发布带动需求复苏的支撑下 公司下半年的业绩表现将会强劲回升 行家继续维持超越大势评级 而目标价则定在二令吉五时期先不变 我们再看下一个股项 Asit惨托的一家租户拖欠了超过700万令吉的租金 如今已被终止租赁协议 风龙投行研究指出 了解到Asit惨托早在今年首季就进行了高达730万令吉的波倍 按照初略计算 有关资金相等于6个月的租金 行家预计有关物业将空置到2024年年终 因此将金明财年的净利预测 分别下调8.5%和3.3% 不过行家还是维持买入评级 但下调目标价值二令吉十六先